但最重要的是同學是真的 你就有同學 越來越多香港人選擇去內地工作、讀書 不過由於人生路不熟 不少人一旦遇到緊急情況 往往求助無門 一班是北京發展多年的香港人 近年就成立組織 為香港北漂提供協助 在幫人的同時也幫到自己 協會是在2011年成立的 因為我們是國內人 我們讀書我在外國學習 我們去外國的時候 原來發現無助 我們感覺到我們以前用不到的東西 現在我們在內地 也受了中國國家開放 我們是一個得益人 我們是否應該有一點貢獻呢 貢獻首先要幫助香港學生 來到內地讓他們有歸縮感 還有不要誤解 讓他們清楚理解國家 究竟發展成怎樣 真實成一面 去跟我們溝通 這一天協會就邀請到 在多個專業靈活走職的港人 行一班香港大學生 全手職場心得 曾經好像你們來這麼多年輕人 我十年前 左右我就見過這個章 讓他們覺得認識多些國家 也都比較有自信心 覺得來到內地 他們是有個人的成功感 對於將來面對社會的時候 都是一個很好的機遇 我們有三個人開始 查課 頭偷打算幫忙 結果有兩個幫了自己 我們是理事長 他們在兩年前中了風 兩年前中了風 幸好他剛剛有我們的會員 跟一個香港交流團交流 他打電話下來 我們就安排了一個協和醫院 在協和住了一個月 現在回到香港 而提供這一天活動場地的 何仙恒 2007年來到北京發展的時候 一度獨來獨往 但是經過幾年的工作 發現最幫到自己的 都是香港人 更加因此實現了創業夢想 其實我當時很抗拒和香港人在一起 因為我覺得我立我這麼辛苦 過來這裡 就是希望理解到內地 那我找一幫香港人回來 做什麼事呢 最大的轉變是應該在 五年前到六年前左右 我開始在社會裡做了事 在這個過程接觸到 發覺了 其實我可能要和更多的香港人去交流 去增長自己的知識 08年左右我去了哈爾濱 做一個地產的項目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認識了很多行業裡面的專家 包括我們很多香港的人 更加理解到北京市政府 對於地產開發 在一個更高層次度去考慮 因為它是一個城市規劃的角度 考慮不是一棟一棟樓 這個機會 我相信我在香港 或者在美國 都沒有機會 開了一間畫廊家辦公室 那時候是全中國最大的共享辦公 一共有大概八萬呎 這個地方是一個畫廊家辦公 這個原因也吸引到很多不同的藝術界 科技界的人 一步一步來 就做了現在這一間 這個世界 這一天有份分享的港者 包括曾經出書 向內地人介紹香港情況的徐天成 他說 在北京發展的十三年間 見證越來越多港人來北京工作 亦親身感受到當中的趨勢和變化 我從2006年來的 那時候就會比較簡單 我想可能是分兩類人 有一類就是直接來到國內 然後然後去廠家辦公室 在國內找工作 另外一批就好像我剛才上來 就是在香港的各項各業 然後就派上來 那你說隨著這麼多年 趨勢就是派上來 少了 很多工種 我覺得國內人已經有能力 然後去做 貿然地上去廠家辦公室 就會越來越多 甚至就是有些人 香港讀完書未必找到工作 已經上來廠了 隨著大陸和香港 越來越融合的時候 大家就會更加知道 在大陸會有很多的機會 是香港所缺乏的 如果有一個長期打算 在大陸發展的心的話 不如整個就在大陸 然後就開始找大陸 然後就可能是 甚至不是去找外資 就會找國內的企業 然後就去工作 做一個真正的 跟國內人平等地 去到競爭的一個場合